好,刚刚学完这个关卡切换了,它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它会有个载入的时间,而且会要离开这个地图,这会让玩家出戏,有更好的方式来切换关卡吗?有,我们称为这个叫做关卡留宋,什么意思呢?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世界只有这么大,但是当你走到这个边缘的时候,比如说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,它又会载入那一边更多的世界,当我再离开这个的时候,它又能够载入那边更多的世界,就这样子呢,你就可以把地图做到无限大,但是呢,为什么不一次性全部载入呢? 玩家的电脑可能没那么好,可能手机啊,或者是这个内存不足,所以如果你再入太多的这个场景,就会卡顿,所以呢,通过叫做关卡留宋,就是走到某个地方的时候,比如说我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,它就可以再入到那边的地图,在玩家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,来再入了它更多的地图,好,这个地方我演示呢,我们就来看一下,假设啊,我们走到了这一个岛上,走到这个岛上, 就会再入到那边更多的岛,好不好,那这样来试一试,来实现一下,怎么来实现呢?窗口有一个关卡,有个关卡,这个时候打开这个关卡就能够看到啊,有一个持久关卡和流速的关卡,但是呢,怎么来创建一个新的关卡? 我们先把它放,锡在这一边,然后再点关卡,然后新建,新建一个空白关卡啊,一定是要空白关卡,名字呢,我们称为这个Orian Map的东边,东边的第一个岛,东边的第一个岛,东边的第一块地图啊,好,这样子就创建了, 然后我们双击它,进入到这个,进入到这一个,然后呢,我们复制这个岛啊,我们假设这个岛,把这个岛复制过来, 然后放到这边,然后把它变大,注意啊,我是点了这个,我是点了这个,东边第一个岛的这张图, 所以呢,这一个岛实际上是建在这个地图里面,然后我们回到主关卡,啊,持着关卡就是我们这一边,好,我又现在回到了,这样保存一下,来看一下,你看,Orian East01已经帮我们建好了,而且你会发现这一个世界,它有一个岛,看到没有,但是因为,啊,因为看不见是因为没有光啊,但是我们,我们暂时不需要在这里看见,因为我们在主关卡里面,就, 就能够看到,这个大岛,这个大岛,但是我们现在运行一下,你会发现,哎,那个岛是看不到的,啊,它还没有载入到我们来,如何来载入呢,我们需要来建一个东西,叫做关卡留送体积,好,创建,体积,关卡留送体积,好,建一个这样的体积, 这个体积,这个体积做什么用呢,就是当人物,啊,我们的主角进入到这个区域之内,就会载入那幅图,载入指定的这幅图,啊,好,这个必须要很大,我们把它稍微先扩大一下,通常情况下,它需要载入一半的上一幅图和百分之百的你这一幅图, 也就是说,我的岛需要全部覆盖啊,因为我在我自己的地图里面,我不能不载入,所以呢,这一边我得非常非常大,得这么大, 再扩大一下,好,而且你要确定这个岛要全部覆盖了,全部覆盖,要不然你离开这个岛的时候,你到这个岛的时候,发现自己不,发现这个岛还没载入,啊, 我们暂时靠这个边上,好,我们再来运,啊,等一下,还没有,现在我们有了这个流送体积之后啊,非常大,然后再到关卡里面来,选择这幅图,来告诉他哪一个体积会,哪一个关卡流送体积会再入这幅图呢,我们点一下这个位置,然后选择流送体积,我们加一个,选择刚刚我们建的那个流送体积, 就是这个,啊,就是刚刚这个大框框啊,就是这个东西,我们把这个静态也打开,然后保存一下,好,这个时候,当我们人物进入到这个框框里面,他就会载入那个岛了,我们来试一下,现在我们是看不到那个岛,对吧,但是如果我们现在靠边,走,好,你可以看到,那个图,那个岛就载入进来了,当我离开那个区域,你看现在岛又没载了, 靠近那个岛又载了,就是通过这种方式,你可以将你的地图住到无限大,而且在玩家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,来载入,所以呢,他就不会出戏,会感觉一个连续的世界,而不像这种,这种呢,你要啪,卡顿一下,然后跑到另外一个地方,这个呢,就跳戏了,好,所以呢,这个叫做关卡流送体积,可以尝试一下, 谢谢大家